东汉末年是三国鼎立的时代,烽火连天不休,各种阴谋诡计,尔虞我诈,层出不穷,这是混乱的年代,也是英雄辈出的年代,不管是称霸各国的统治者如刘备、曹操、孙权,还是各国的智囊如诸葛亮、司马懿等人都在每场的战役中立下功劳,但是孙权麾下的鲁肃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功绩,可却是与周瑜、吕蒙、陆逊三人齐名,并称为东吴四英姐, 可在三国演义中,鲁肃的形象就是一个憨厚的老诗人,难道只是老诗人就能被称为英姐吗?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? 再说鲁肃为什么会称为东吴四英姐之前,应该先知道其他三姐做了什么事情,对东吴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,被称为了英姐,而鲁肃与他们是不是有什么相似之处,才能和他们做出来的功绩相提并论,也被称为英姐,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, 这里是繁华五千年,欢迎订阅观看,周瑜出身于氏族,本人身材高挑,且相貌俊美,且天资聪慧,博览全书,因为受到家庭的影响,年少时就有着不小的抱负,而因为他与孙策同岁,所以两人的关系非常亲密。 宛若兄弟,而若是刘备,是因为有诸葛亮,这位大军师在,才实力暴增,那么孙策与孙权,就是因为有了周瑜,才能成功建立起东吴,周瑜最为出名的便是赤壁之战中的苦肉计, 他与黄盖演的一出戏,成功取得了曹操的信任,因此有机会打败曹操,极大的鼓舞了军心,之后,周瑜遗憾逝世,孙权更是直言道, 孤非周恭敬,不地义,恭敬有王左之姿,金虎短命,孤河赖哉,可见,周瑜对于东吴而言多么重要, 刘备有关羽,张飞,曹操有夏侯敦,夏侯渊等骁勇善战的大将军。 孙权自然也有,那便是吕蒙,吕蒙从年少时就明白不入虎穴,焉得虎子的道理, 曾偷偷跟随着姐夫征战山岳,等到加入孙策的麾下,更是跟着孙策征战四方, 等追随孙权时,又是为东吴立下了赫赫战功,吕蒙曾经亲自斩杀了陈旧, 助孙权歼灭了他的宿敌皇族,成功占领了江夏地区, 他在赤壁之战中也是奋勇杀敌,战功累累, 而且他的文韬武略在一次次征战中有了明显的进步, 攻打关羽就是他率先提议的,是别三日,当刮目相待说的就是吕蒙。 身为四杰之一的陆逊,自然也非常出色,陆逊的出身就很不错, 是江东的大家族,少年的陆逊是富有才名的书生, 等到21岁时,入了孙权的幕府,开始为孙权筹谋, 一点一点为东吴做出了他人无法磨灭的贡献, 比如陆逊在建安21年,讨伐了在鄱阳作乱的犹突,建安22年, 又击溃了被曹操策反的费战, 而在攻灭关羽,夺取荆州中,陆逊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, 一些小的细节方面都是由他提出的, 他更是在夷灵之战中使用火烧连营的计谋, 使得东吴少了刘备这个劲敌, 由此可见,无论是周瑜, 吕蒙还是陆逊都有着不俗的贡献, 在历史上也留下了浓重的痕迹, 那么鲁肃在这期间究竟做了些什么, 以至于他可以被称为东吴四英杰,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, 鲁肃是林淮郡东城县人,出生于士族家庭, 但是在他很小的时候,父亲就已经去世了, 由祖母细心培养长大, 不但为他请了夫子, 还给他请了教头学习武术, 所以他的身体非常健壮, 再加上性格豪爽,不端架子, 镇上的孩子们都愿意和他相处, 而他也常常带领着孩子们一起习武, 无论男女, 鲁肃之所以带着其他孩子一起习武, 是因为他有先见之名, 当时的东汉正值末年, 宦官专权出现了许多贪官污吏, 一些大地主凭借自己的权势大肆吞并土地, 不少农民忍受不了现状, 或是逃走, 或是奋起反抗, 在这极端混乱的局面下, 黄金起义爆发了, 东汉受到了非常沉重的打击, 鲁肃深知虽然自己所处的地方, 暂时还没有动乱, 但是他明白, 在这样下去, 战火一定会蔓延到他那里, 而为了能让与自己从小生活在一起的伙伴们, 在这乱世存活下去, 他才带领着众人一起习武, 而他也提前储存了许多的粮食, 自己的土地也维护得非常好, 没过多久, 鲁肃的猜想应验了, 战火蔓延的范围变大了, 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, 而这时的鲁肃不但没有忙于逃命, 反而大量救济各处来的流民, 卖出了自己的土地, 换取更多的粮食, 再用来接济更多的穷苦人们, 结交了不少落难的闲者, 就在这个时候周瑜出现了, 当时的周瑜出任居朝长, 正苦恼于粮食消耗的速度太快, 听闻了鲁肃的善举后, 便立即带了上百人前去拜访, 请求他可以资助一些粮食, 鲁肃见周瑜态度不卑不亢, 认为他是一名君子, 便当场将自己储存的一半粮食, 全都借给了周瑜, 经过了这件事, 周瑜明白鲁肃绝对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, 便主动与他结交, 而几次相处下来, 鲁肃也认为周瑜是个可以深交之人, 两人就成为了好朋友, 周瑜经常与鲁肃讨论自己的雄心壮志, 渐渐地, 鲁肃心底也燃烧起来一把名为雄心的火焰, 等到战火蔓延到鲁肃的家乡时, 鲁肃为了保护自己的祖母, 便举家迁移到了东城, 投奔了袁肃, 但是不久之后, 鲁肃就发现袁肃并没有太大的智力才能, 而已经被周瑜点燃了雄心的他, 自然更想找个名主来效忠, 便又带着家人投奔了周瑜, 两人一起为孙策效力, 孙策十分赏识鲁肃, 对他赞赏有加, 但后来鲁肃的祖母过世, 他回东城去料理丧事, 这期间孙策也适适了, 就在鲁肃觉得前路茫然的时候, 周瑜再次出现, 劝他留在孙权的身边, 他认真思考过后, 认为孙权确实如周瑜所说, 是一位愿意全亲信闲人志士, 接纳其才异能的民主, 便留了下来, 由此可见, 鲁肃并非只是三国演义中憨厚的老诗人, 他对自己的做下的每个决定, 都有着深思熟虑后的考量, 而且他也有着一双能看透世事的双眼, 可以看出周瑜绝非是池中之物, 也为自己接下来可以实现雄心做了铺垫, 在三国争雄的时期, 其实非常的混乱,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新的势力出现, 一些势力消失, 这其中发生了不少的大事, 而东吴之所以可以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平稳地发展下去, 除了有孙权, 周瑜等人带领, 其实还有鲁肃的出谋划策, 就比如孙权因为非常赞赏鲁肃, 所以有一次他们二人坐在一张床上, 一边喝酒畅饮的时候, 两人聊到了当时的局势, 鲁肃就向孙策提出了踏上策, 他认为汉氏已经没有可能再恢复如初了, 曹操的势力现如今正猛, 东吴不应该与其硬碰, 而是应该割举江东, 静待时机夺取荆州, 其实鲁肃的踏上策与诸葛亮的龙中队有着一曲同工之妙, 都准确地掌握了当时的可观形势, 并且提出了远大的目标, 而鲁肃的踏上策可是比诸葛亮的早了七年, 不只是这些, 就连孙流联盟也是由鲁肃最早提出来的, 当时曹操统一了北方后, 就剑指南方, 打算完成自己一统天下的野心, 鲁肃在这个时候建议孙权, 实行联合抗曹的计划, 并毛遂自荐担任了游说各方的重任, 不过此时曹操的军队已经开始南下, 鲁肃此行极为凶险, 所幸的是他很快就找到了刘备, 并游说成功, 不得不说, 若是没有鲁肃在东吴这边, 为孙权尽心尽力地筹谋, 那么孙权很有可能在中期的时候, 就抵抗不住强盛的曹操投降了, 这样一来, 就不会出现之后的三国鼎立了, 因此, 鲁肃绝对不会只是一位老诗人, 他完全当得起东吴四英杰的名号, 鲁肃能被周瑜推荐给孙权, 并成为继周瑜之后的水师大都督, 自然是一个极有能力的人, 而鲁肃最为出色的地方, 在于他眼光独到, 看人十分准确, 在周瑜市居朝长的时候, 他曾因为鲁肃之名而登门拜访鲁肃, 并请他资助一些粮食, 虽然此前鲁肃与周瑜之间, 而在乱世之中, 粮草十分珍贵, 按理说鲁肃可以直接拒绝周瑜, 但鲁肃不但同意了周瑜的请求, 而且还十分大度地将自己家中一半的粮食送给了周瑜, 足见在一面之交下, 鲁肃就看中了周瑜这个人, 也正因为鲁肃气魄非凡, 周瑜认定鲁肃与众不同, 正因为两人逐渐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朋友关系, 后来周瑜才会举荐鲁肃投奔孙权, 鲁肃不仅一眼看中周瑜, 还一早看清了袁肃的为人, 由于战乱不断, 鲁肃曾举家迁居袁肃掌控的东城, 当时袁肃得知鲁肃来到东城, 当即邀请他出任东城长, 但鲁肃并没有因为袁肃是大而就此投奔袁竹, 他看出袁肃部下法度废齿, 不足以成大事, 为了不替袁肃卖命, 鲁肃直接率领百余人南迁到居巢, 投奔了实力雷弱的周瑜, 若当初鲁肃在袁肃手下围观, 身死后,鲁肃也会受到不小的影响, 而鲁肃眼光最让人敬佩的一次, 就是一眼看中了刘备, 在曹操南征时, 鲁肃借吊桑为由来荆州打探消息, 然而,等鲁肃赶到南郡时, 刘表的儿子刘从已经献出荆州降曹了, 在这样的情况下,鲁肃当机立断。 去找刘备, 要知道当时刘备被曹操在长满坡击溃, 既无力追之地, 手中也没有太多的兵权, 但即便如此,鲁肃还是判定刘备是可以合作的人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 鲁肃向刘备说明了孙权派他前来的使命, 然后和刘备共论天下形势, 并述说孙权的情况和江东的实力, 劝刘备与孙权联合, 共举曹操。 刘备听了鲁肃的分析后, 决定一起抗曹, 正因为刘备的加入, 让孙权有了抵抗曹操的信心, 这才有了赤笔之战, 孙刘联军的胜利。 笔者认为鲁肃通过独到的眼光, 结识了周瑜, 投奔了孙权, 并促成了孙刘联盟, 最终让东吴全聚长江, 孙权得以登基称帝, 仅从这点来论, 鲁肃绝对有资格与周瑜, 吕蒙和陆讯齐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